我一定要在皇后请教导 自豪我爱人 在西洋下教你 会否明想起是 你能不能进去 怎么想张剑走天下 不爱世界的方 一场心中有些情话 如今一次回家 不能心灯的不明 如今敲战无尊 爱情永远 渴望有感到感到 不能忍不忍伤 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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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永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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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没有老黄 我又回来了哦 今天的话要前往德荣县 拿快递 不一定能过得去啊 前面如果有坡的话就去不了了 就赶不到明天也可以 准备的话应该是17号或者18号进帐了 这边进帐的话没多远了 很近的 还是在路上的感觉爽啊 在那个桥下面休息了三天了 我感觉我老黄又行了哦 现在已经骑了十几公里了 下午上午十一点半的 早上走得有点晚了 这个金沙江也从这个地方上来 在这个桥这里分开了 分成两条江了 这金沙江从这边分了两条江 那边叫阳拉 那边的地名叫阳拉 嗯 这边叫金沙江 这边叫定曲 那个地方应该是一辆包废的车 应该是摔下去了 包废了那个车 所以说这边还是挺危险的 所以说那边有一个警车停在那里的 那个警车把那个指示灯开着的 那边是拐弯处嘛 这边很多拐弯处都是停的警车 然后把指示灯开着 里面没有人的 这个桥叫曲宗大桥 长度一百四十七米 这边的公路看起来好危险的 搞得不好就要掉石头下来呀 你看吧 太危险了 哎呀 这边呢 晒得到太阳的地方 又穿一件外套又热 然后晒不到太阳的地方呢 他穿这样又冷 所以说不好加衣服啊 像这嘴巴皮 这条路啊 我老黄 不敢骑第二次了 看起来真的害怕呀 这个真的害怕 没有森林奇迹 你体会不到那种 有点恐惧的感觉 你看吧 这些 我得搞快一点了 两流隧道 1.8公里 也差不多有一个月 没有骑隧道了 好怀念的 这种感觉 凝生生的 内心非常的慌 或许这就是真正的男人吧 经过了七七四十九分钟 终于起出这个隧道了 外面一片光明 这里有一只 落单的黑马呀 这种的话 我在以前在动物园看过的 这种叫矮马 就是它长不大 就是这么矮 矮马来的 矮马过来 它不理我呀 我走了 这个前面塌方的呀 应该可以过吧 自行车应该能过 前面那个位置塌了呀 对面的话只有我一辆车 我自行车过来了 其他的车都堵在那边的 那个警察同志叫我过来的 就是上面那个山掉下来了 掉下来把那个公路给砸了 砸碎了 旁边富南全部砸碎了 这前面看到一个桥洞啊 去看一下 可不可以搭帐篷啊 这下面的水呀 这不是金沙江呢 这个水很清澈呀 清澈见底 来看一下可不可以下去啊 哇 我靠我身不见底 这个下不去啊 还得往前面走啊 那个山上啊 全是太阳能板 哇 这边都是用太阳能发电的 终于看到绿色的植物了 我的天哪 不容易啊 这个山上面 居然能种出绿色的东西来 现在还有十几公里啊 就到德融县了 但是还有一个快递啊 还没到 可能要明天或者后天 所以现在去的话太早了 打算在前面找个露营地吧 如果找不到露营地 住宾馆的话 要住两天 划不来呀 不然等不到那个快递 等会儿往前面骑一骑 再看一下 有没有好的露营地 这如果找不到桥洞的话 是没办法露营的呀 外面的话太危险了 这个石头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 只能住桥洞才能露营 刚才在这里啊 看到了一个桥洞 这个桥洞非常的干净的 只是有点高不好下去 这个桥洞上面我也不知道是什么 去看一下 上面有两根柱子 写着 静止用火 和静止入泪 那边立了一个碑 不知道是什么碑 应该是这边的信仰啊 供奉三神的吧 这个桥洞非常的干净的 看一下好不好下去啊 我已经下来了 只是这里有个陡坡 这个桥洞可以啊 非常的干净 只是不是那么的好下来 下也应该也能下来 只有住这种桥洞啊 才是最安全的啊 如果你住马路边上的话 你看一下 这种 这种石头随时都掉下来 桥洞下面 至少砸不到你的 还可以啊 非常的干净了 这里好多垃圾啊 这个瓶子 就有一个袋子 其他什么都没有 刚才已经把东西啊 从这上面推下来了 这种桥洞的话 冬天还是可以住一下的 但夏天就不建议大家住了 夏天的话还有洪水 所以很危险 冬天就没事 然后这下面是那个定曲 一条小河 等会下去接着那个水啊 今天没水源 接那个河水吧 看起来挺清澈的 刚才从这里下去啊 打了一桶水 这个水啊 真的是非常的清澈 非常的凉爽 这里打水挺方便的 一下去就可以打着这 刚才把帐篷打好了呀 现在才三点多钟啊 先休息一下吧 等会四五点钟再做饭吃吧 哎呀 哎呀 刚才休息了一下呀 现在四点半了 准备煮饭吃了 好痛啊 这个太干了 明天去市 那个县里面买点橙膏了 煮饭吃了煮饭吃了 嗯 这个车还在呀 车我把锁住了 这里可以不锁 因为这个地方一般人也搬不上去啊 今天打算吃这个 下午在小卖部买水的时候买了一罐 我看到这个了就有了 不然今天没吃的了 今天就吃这个吧 午餐肉 今天没有接到山泉水啊 可惜了 就用这个河里面的水来煮吧 这河水也蛮清澈的 今天用饭盒煮了吃不了多少 今天没骑多远 只骑了四十四十公里吧 淡尽粮爵啊 什么菜都没有了 哎呀 这个煮个汤吃吧 手洗一下 煮个汤热一点 这里的话有七两 感觉还是够了 够吃了 这个米饭还在煮啊 可能要煮一会吧 这海拔有两千五百米 我看到这个桥下面有个袋子 里面装的啥呀 好像是这些水瓶子 和那种 一拉罐吧 这边也没有收废品了 不然把这些瓶子给捡去卖 有好几斤了 至少一个三斤吧 今天不打算烧财了 就烧七罐吧 到时候去县里面再买几罐气 这个实体店买的话是十块钱一贯 网上买的话只要四块多 四块到五块 走到实体店要贵一半 那也没有办法 网上买东西确实太慢太慢了 到这个西藏边边上了 就是这个德龙县或者巴塘啊 要一个星期才会寄过来呀 说说今天捡不到柴虎啊这里 光秃秃的 牛粪都没有这边 这个水温已经开了 但是这个水温应该没有达到一百度啊 我刚放上去就开了 这开得好快啊 炒菜了炒菜了 今天用这个辣椒油来炒吧 吃点辣的 这里面有芝麻非常的香啊 姜蒜 给它炒香 让煎着香一些吃起来 非常的香啊 把两边稍微煎黄一点 看吧这个已经煎成这种 金黄金黄的了 非常的香 香煎午餐肉 已经熟了呀 今天就吃点饭吧 吃饭了吃饭了 今天简简单单吃一个 香煎午餐肉 然后喝 喝一点吧 现在 太阳下山了 有点凉快了 有点冷了 喝一点热喝一下 先走一个吧 好痛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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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这个辣椒油煎的 两面金黄 里面还有芝麻 有姜蒜 都已经煎香了 哇 嗯 哇 太香了 太香了 午餐肉 那个肉啊 肉味非常的浓 碗糯鲜香的 味道比较独特 总体来说 这个午餐肉 还是非常的nice 嗯 嗯 再来一点吧 吃吃吃口也在喝白水 兄弟们我们走一个吧 喝两盖就够了 稍微暖和一下 哎呀 这边煮了 哼 啊 一根 又煮了 肉味 也有点 好酱啊 有点像那种 烧烤汤烤那个 烤汤烤的那个味道 你看这个 没菜了呀 真的是一点菜都没了 明天的话去德融县 就是进西藏的最后一个县城了 在四川 明天的话要去住一室宾馆 把电冲了 然后进藏的物资 吃的 特别是吃的 在西藏很难买到丝的 买菜都不好买 后面写那个318呀 我也不太担心 318是一条非常成熟的旅游路线的 所以说还是比较安全 只要你不去骑到那么无人气去 那就是非常安全的 在那边去吃吧 那边去看风景的 可以 这个蒜好香了 这个蒜好香了 这道理也就是非常大 那是自己的 然后我来说 你不太担心的 你不太担心了 你不太担心了